纽约气温6月20号突然飙升 成为自1923年以来最热的一天 达到华氏97度相当于摄氏36度 面对炎热的天气 民众选择各自的方式避暑 喷泉游乐更是成了孩子与家长欢乐的好去处 今年入夏以来一直是比较凉爽的天气 今天气温突然飙升至97华氏度 比昨天高出整整20度 更是打破了89年来同期最高纪录 喷泉温和树荫下成了人们避暑的好地方 公园更是孩子和家长休息纳凉的好去处 孩子们在水边嬉戏 炎热的天气丝毫不影响孩子们的兴致 高兴之余也提醒市民要注意防暑 老人和体质弱的朋友 请尽量避开最热的正午时段 明天气温将会达到100华氏度 到星期五至周末 气温会有所下降 届时会舒适一些 新潭电视周期飞 王坤 纽约采访报道